我需要抓其他的字 這個勢必就是要有一個重複的動作 在Excel那個函數裡面會有一個概念叫正列 這個正列的話當然 是幫助你去重複做很多事啦 可是我是覺得它這個正列 基本上當然如果跟VBA比起來的話 當然只是說它有點是 讓你比較方便一點而已啦 但是 實際上用途我覺得還是有它的限制 比如說像我們會需要先把正列的範圍決定 那有的時候我們沒有辦法像VBA一樣 可以知道說總共需要跑幾次 那我們通常會給一個數字是大於 那個可能次串的長度 所以我們通常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 1把這個公式 這剛剛做的 這公式呢 H有把它搬到旁邊好了 我們重新再來這個把它複製一下 那做邏輯判斷之後 第一個 這個是 只判斷第一個字 2的話我要讓它判斷 至少9次好了 那當然一定要大於那個 所以那個9次的話就是這個範圍 一個大瓜糊 先一個大瓜糊 裡面讓它輸入1到9 這個1到9呢實際上指的就是說 我要抓第幾個字 那因為 把1蓋過去 這邊有1 第一個字 實際上就是從哪一個字嘛 star number 意思是說我要 幫我判斷喔 不要是只有第1個字啦 第1個字到第9個字 可是你想說 這裡明明只有5個字啊 那你給它9個字怎麼辦 它沒關係反正它跑到第6個字 後面回來一定就零啦 反正一定沒有嘛 沒有沒差 那但是你不能說你這邊給它4個字啦 那最後一個字就判斷不到 OK 第一個喔 給它一個大瓜糊 表示這邊是有一個正列 那它就知道喔 那這個地方 我要 幫你跑正 不過 第二個喔 我要把結果怎麼樣 加總起來 所以你要加總的話 外面要再刮一個什麼 上函數 那你有幾個方法啦 把它剪下來 外面再插入一個 上函數 OK 那我還是用 那剪的時候記得 不要 剪到等於嘛 插入一個 那個上函數 它是放在那個數學三角裡面的底下 S開頭 所以你往下找 應該會找到S開頭 上函數 OK 按確定 那把它加總 因為它回來如果是True的話有沒有 它裡面回來它就放1 放1 它會幫你把它加起來 OK 那加起來喔 OK按確定 不過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這時候呢 把它往下填滿 它 奇怪了 這個地方喔 明明有三個 為什麼只有一個字呢 特別重要 如果說你要執行它的時候 你不能像平常一樣用打勾的 因為我們最後輸入公式完之後 再做打勾 可是如果你裡面有正列的話 我講過 就是說你一定要用不同的方法 就是會有一個快速鍵 組合的快速鍵 叫什麼 Ctrl Shift 先按住 再按個Enter 這個時候呢 它外面會多幫你多一個大瓜糊出來 有沒有 這個大瓜糊你不能自己打喔 你自己打它不會 不會理你喔 你一定要用Ctrl Shift加Enter 這個是一個機關 所以很多書裡面 它就是給你看到的是大瓜糊在外面 有的人就自己打大瓜糊 奇怪 我照書打怎麼一模一樣啊 怎麼還是不會動 原來 就是少了一個關鍵 Ctrl Shift加Enter 好了之後的話呢 那你這個時候向下填滿 它才會全部幫你把那個裡面的所有的正列通通完成 所以你把它放開 有沒有發現 馬上變成三 變成四個 沒錯 四個 變成八個 那其他沒有的 就零個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我們就完成了 這應該是放在這邊才對 OK 這個應該是放這邊 我們剛剛是 Ctrl、Shift加Enter 應該是 這個 這個做完了 應該是把這個再複製 我是把它分成幾個階段 反正就是分幾個階段 然後這邊 數字個數的正列 執行正列從這邊好了 記得從這邊 Ctrl、Shift加Enter OK 然後呢 再把它向下填滿 這邊是沒有 沒有正列的啦 反正比對一下 有沒有 這個是 它只會 如果你沒有Ctrl、Shift加Enter 它也會執行一次而已 那如果你Ctrl、Shift加Enter 它會執行的次數就是由你這邊決定 它會跑九次 OK 那如果你要 你怕說會不夠 你就多加幾個 所以我覺得這樣好像也不太合理 但目前沒有更好的方法 OK 所以蠻麻煩的 然後 但是再來的話呢 最後還有一個 非數字個數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要 怎麼樣算 就是說剛好顛倒過來 剛剛好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邏輯 剛剛的邏輯是 再來看 八十幾個表 我們剛剛的邏輯是 and and的邏輯 就是 47以下 而且 and是 這個 58以上 而且這兩個都一定要為 True 為 True 之後的話 它才會是 數字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要相反 我們要判斷的是 非數字 有幾個 非數字個數 這個時候你的邏輯 非數字 這個區段是數字 它是連期 這個跟這個一定要同時成立 那如果非數字剛好顛倒 應該是 這個以上 包含 47 對不對 對 這個以下 包含 58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這個裡面是and and是 兩個條件都要為 True 才會是 True 這個的話 對 這個一定不能and 因為不可能說它又 小於等於47 而且又大於 等於58 不可能嘛 所以這個是偶而 那偶而的話 其實只要一個為 True 那就是為 True 所以特別注意 這裡面是用成的 我們有兩個條件嘛 這是用成的 可是特別注意 這個偶而的話 記得是用加的 為什麼 加的話是說 只要有一個為一的話 那就是對的 它不可能有兩個 所以不可能它又 上面又下面 不可能 所以特別注意 剛剛是用成 把兩個結果相成 這邊的話 記得把它改成相加 那其實如果說 我們要把 剛剛這個 的結果 拿來放成 非數字 非數字 個數的話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你就乾脆 把這個公式 Ctrl C 然後呢 取消一下 特別之外 如果要複製個字 先取 先Ctrl C 點到這邊來 Ctrl V 再來修改 那要改什麼呢 特別之外 這個是成對不對 對 用加 所以以後反正 那個邏輯 你用畫個圖表 我用畫的 畫一畫 然後呢 如果是偶爾 你用加的 如果是 and 就用成的 這道理 反正你可以把它 套公式 再來的話 把這個方向顛倒一下 本來是大於 把它改成 小於 要等於 因為47也算 那這個方向 剛好顛倒 本來是小於的 把它變成大於 等於 而且要等於 因為58也算 對不對 方向改了 OK 那這樣應該就判斷完了 最後記得 因為它也是一個正列 所以你要讓它全部算過的話 一樣 怎麼 Ctrl Shift 加Enter 這個時候 再往下填滿 全部幫你算完了 有沒有 所以 這個是數字 總共0個 但是它有 非數字5個 OK 那這個的話 有三個數字 兩個 非數字 應該都沒有問題 但是 這個過程 倒是比較複雜一點 尤其是那個正列 所以我們是 分成 幾個階段來看 因為書裡面 教的其實就是 把這個給你看 這個看 我想一般人 光看到這個 就頭暈了 這是什麼東西 不過我們是分成 好幾個階段來看 第一個 扣 有沒有 這個 然後用切第一個字 再用那個 成的 有沒有 先判斷一個 成 就是end 那過濾用ifl 那再把它加裝起來 然後 再用正列 正列的話 中間加一個 Ctrl 加Enter 那再來就是 非數字 個數 OK完成 那基本上 各位也不用擔心 說學不會啦 因為裡面的話 我都已經把那個 最後的公式放在這裡 不過特別去這個大瓜糊 不是自己打 不是 Ctrl 你複製的時候 記得複製裡面的東西 然後外面的大瓜糊 是Ctrl 然後這邊有刮紅 OK大概是這樣子 那 過這個做完之後 之前就有同學馬上會問說 老師可是我不是要算裡面的數字啊 我是希望把裡面的資料拿出來啊 問題就來了 你如何把裡面的資料 如果是數字拿出來 跟剛剛一樣 英文拿出來 中文拿出來 那這個時候當然會需要 有沒有什麼內建函數 可以達到這個功能 答案是 當然是沒有啦 那怎麼辦呢 其實因為這個牽涉到VBA 所以 我們的範圍不能越過太多了 我已經做好了 其實如果你要 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 其實我這個已經自己寫了 因為同學問嘛 那我就馬上寫好了 就這個方選 那有些你可能看不懂沒關係 上面有單引號開頭 這個叫註解 註解就是 他程式執行的時候 不會跑 但是是寫給 其他人看的 你會發現我是很清楚的 這怎麼做 如果你要這個 大家再來看好了 我們畫面先還給各位 等一下再來看這一段 請各位就是把剛剛講的 一直到 非數字部分 分成幾個階段 一個一個 先試試看 如果說 有些同學可能 有點跟不太上 也不用太擔心 我們上課都有錄下來 你回頭再 慢慢聽過 那聽完之後 你再做過一遍 應該我想要做不出來 也很困難 最重要的關鍵 最容易發生錯誤的是那個 Control Shift 加Enter 如果你那個有注意到的話 我想應該沒問題 也就是以後 如果常常會遇到類似 重複做什麼事 這個你就要有一個概念 假如說你要在 函數裡面要重複做什麼事 就要先想到這個時候的 正列 OK 那坊間其實還蠻多類似 像 Indirect 這個函數 或者Index 這個函數 常常也會配合用那個 所謂的正列 為什麼 因為它去抓的範圍 不是只有一個 它的抓的範圍 可能很多 那當然這個時候 你勢必就一定要用那個 所謂的正列概念 但是 如果你要用VBA 其實這個正列 就可以略過 因為VBA我覺得在功能上面 可能還比這個正列來得 更加強大 許多 OK 試試看